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集MIHK.TV的竹子室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Yakio 我是Natalie Natalie,我们上个星期 电视机去了这边真的有点影响 是吗?你刚刚有示范 我经常看了那边 上个星期我们讲西九 今个星期就讲高铁 为什么讲完西九讲高铁呢? 因为高铁的站都是在西九那里 但是讲高铁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 兴建的时候有很多问题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问题? 有的有的 例如有些人反对 反对有几个原因 很快地讲一讲 因为我不是太想欺骗这些问题 做价太贵了 动用的钱太高 原先的计划是用660几亿 现在好像是100亿 现在是 660几亿 现在是多了 再多了8几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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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那条路线会经过 石江军营呢? 就是香港段 我们先讲香港段 因为其实全名应该叫做 广深港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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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经过石江的地段 香港的石江地段 因为经过那条路线 要导致有一条村 叫蔡元村 要要求那些市民去迁离那条村 即是要迁冊 迁冊 第三个问题就是 延迟了很多 因为原先应该 整个计划在2000年的时候 2000年 中国和香港就有个计划 就是要建一些高铁 要贯穿了 即是它们叫做四中四横 在大陆就是四中四横 有四条直的高铁线 有四条横的高铁线 就可以贯穿全中国 其中有一条高铁线 就是广深港 就是会来到香港 是 就是说当时2000年开始规划 2005年就要申请 又在香港申请这一件事 拨款 是 2010年就通过拨款 拨款的时候又有很多问题 到了2015年 原先是想起好 但是现在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就要到18年 18年 18年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要讲高铁 今天要撇除所有的政治因素 当然 撇除钱的考虑 因为这个是一个设计节目 其实我今天想讲高铁 是因为我想讲回城市规划的问题 是 即是在规划上面 有什么影响 是 OK 好 可以开始了 撇除所有的问题 是 为什么我说特别 你说会对呢 因为 你对政治应该比较中立 是 不会影响得到 可以 咦 撇除了照片 可以先回来 不好意思 让我组织一下 好 我第一个问题想问你 你知道什么叫高铁 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叫高铁 高铁的全名是什么 广深广 刚才不是说了 高铁的全名是高速铁路 是高速铁路 这个有 高速铁路 要那个列车每小时达至少 350 350是现在在国内最高的速度 但是要超过每小时200公里 才可以叫高铁 但他在目标说要350 希望350 是的 但在香港就行不到350 应该不行 因为香港只有26公里 由香港到西九站到深圳 只有26公里 是的 所以如果 所以度过路段最高 只可以去到200公里 每小时 200公里 如果超过200公里 就会对人体有点影响 真的不是快很多 好像是会由60分钟 变成49分钟 其实又不是 在时间上 时间上真的不是快了很多 快了11分钟 不可以这么说 整体上的时间 我留下第二次 我再和你探讨 其实高铁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 譬如欧洲有 是的 London去法国那条都是高铁 也有 你很熟悉的日本都有高铁 新钢线 JR 由东京去大阪 只有一个小时 这些就是很多世界各地 其实有很多高铁的例子 其实都已经在用 其实高铁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和飞机相比 它的碳排放量只是15% 而且方便一点 其实坐飞机你都比较麻烦 在很多情况之下 香港就去机场比较麻烦 而且不是 我觉得很多人的身体 不适宜坐飞机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点 是的 因为以前有个朋友做过手术 就是硬做LASER 然后它要回去北京 是 它是不能坐飞机的 它一定要坐高铁 以前在香港去北京就要20个小时 如果在最新的规划上面 就是它们的目标是12个小时就会多 那这样就真的快了很多 就是10到12个小时 因为有很多中间的因素 是的 但是12和20比都真的快了很多 其实快了8个小时 其实很多 是的 好 那就可以 好 那我们今次就会分两部分讲的 第一部分就会先讲香港段 即是那26公里 就是发生什么事 港深广那26公里 可以去照片 谢谢Operator 好了 这个就是最初的规划图 你看到那条走势 红色那条线就是香港地段 是 它会横跨西九 连翔道 海宏道 大角咀 深旺道 荔枝角 金山 去大帽山 鸡弓嶺 米埔 中间会停石江 不是停石江 石江 石江将会是一个 中间一个维修站 以及一个紧急的出口 即如果有什么事发生了 即是逃生的一个出口 那 当初石江的水智 其实就有争议过 即是可不可以石江军营 即是香港有一个石江的解放军营 解放军营 是的 所以就不可以那么容易给香港做一个文字的用途 这是一些小插曲 OK 另外有 看看下一张照片 另外有讲过就是说 为什麽不可以在港田 为什麽一个站不在港田 这些都是一些小插曲 即是因为在规划上港田 可能在交通规划上没有那麽方便 所以到最后决定在西九 这是西九站的概念图 概念图 即是那些效果图 即是那幢建筑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做过研究 我看不到是哪一个设计 我想可能是MTR自己做设计 我相信是 是的 款式 款式很像 OK 其实在西九这个地点 可以下一张照片 是否有机器 其实是内部的设计 看到很多 就是弯弯曲柱 一些构图上的东西 但是在整个推广西九 这个广深广高铁的时候 是没有怎麽讲到这个站的设计 为什麽呢 我找到很多搜索都没有 我不知道可能实际上太多浪费的 即是已经太多事情 遇上了那些人对这个 没有怎麽人去讲这些东西 OK 那你见到左边呢 即是如果那张的设计是对的 左边有一条尾上去上面的建筑 是 即是左边的建筑 反光的位置 像是这个 它做到像是原方 sorry 像是ICC 原方是吗 但其实ICC又不应该在这里 不知道为什麽 但那边都是近西九龙的 其实呢 都近的 但这两个围子应该不是一样 可能是在设计上 可能是在设计上的 都是的 其实 即是你在香港有哪个城市 那个后备 即是那个紧急车厂 即是维修车厂 即是维修车厂 就是刚才你说涂生的那个站 是的 没错 就是整个城市的地下 去接驳 是 去深圳段 因为深圳段 福田口岸的那个站 福田站是地底 是的 所以如果你要香港站 去福田站 这26公里要最快 以及为了就福田在地下的车站 香港站一定要走地底 是 所以走地底 就是有两个 就是挖 就是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叫做转爆方式 是 就是炸开山 炸开石 这个方式 如果面对于岩石层 就会用这个方式 在大武山的地方 它就会用这个方式 其实香港以前建 可以先回来 香港以前建炮台山站 太古站 不过站都是用这个转爆方式 另外一个就叫做隧道转滑机 就是一个新的技术 也叫做相对性新 建油脂网 深水埗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 这个又是怎样建的呢 我准备了一条片 可以先看第一条片 转爆方式 好啊 看看它到底怎样做 嗯 麻烦 Operator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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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 本龙的总站乘搭高铁前往广州琴车时间缩短一半 由现在的100分钟减到48分钟 前往长沙 南宁 福州 武汉等等的主要城市 也只需4-5个小时 珠三角和华南不小城市都列入香港3小时生活圈 高铁班次频密每小时可以开出超过10班车 在市中心上车 旅客无需提早几个小时出机场 出入境更简易快捷 高铁将成为内陆飞机航班以外的另一选择 相信对经常往返国内的商旅人士带来不少方便 高铁香港段采用专用轨道 全线在地底隧道行走 时速高达每小时200公里 在香港境内不设中途站 直达深圳 广州等城市 也接驳高速铁路及珠三角乘制快速轨道 铁路是最环保的交通工具 高铁系统对香港与内地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大型跨境基建工程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高铁项目一方面可以促进香港与内地社会和经济融合 推动香港就业 市民往返旅游探亲更方便 为香港打造新三小时生活圈 广州高速铁路 扩阔生活身体严 爆破方法是国际间普遍采用的一种建造方法 香港采用一套严谨的安全规定 来处理、运送及储存爆炸品 因此在过去几十年来 安全记录一直非常好 正确使用 现代的炸药其实很安全 它们必须接驳特制的旅馆才可以引爆 按工程需要 土木工程托展署会将炸药运送到临时爆炸品仓库 这个仓库只会储存规定份量的炸药 承建商用来运送炸药的车 它需要符合法例规定的设计 安全措施包括 分开运送炸药和雷管 只会使用柴油车来运送 车上也有警卫看守 司机也需要领有特别的牌照 爆破工程采用的调装炸药 必须正确接驳雷管才可以引爆 调装炸药是很安全的 即使受到碰撞、切割或直接燃烧都不会发生爆炸 整个爆破的过程由调调定位、转洞、安装炸药、爆破 以及清理泥石、巩固隧道和安全检测等等工序 连续需要10至12个小时 进行爆破之前 专业工程师会仔细计算好转洞的分布和炸药的分量 全部的计划必须得到矿务部审批 合资格的工程人员会将适量的炸药放入转洞里面 然后接驳雷管 当所有炸药安装好之后 工地内的所有人士必须要撤离爆破的范围 最后观赏隧道外面 预先装设的铁门防止碎石弹出 为了保障工程人员和附近民居的安全 在进行爆破之前会敲锣作警示 做好所有准备工作之后 就可以引爆炸药 完成爆破之后 工程人员会进入隧道检查 将碎石移走 随即准备下一次的爆破工程 听见临时爆炸品仓库的位置 会尽量选择远离民居的地方 仓库只是会储存规定分量的炸药 炸药和雷管要分开储存 仓库也有灭火的设备 还有安全和保安系统 警卫会24小时看守 仓库的设计事前必须得到 相关部门审批 还有通过风险评估 原来我忘记了 原来我一开始有条片 是真的有条片去介绍 这个广深广高铁的铁路网 刚才off mic讲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们留下 下一节再分享 也想不想讲香港段 刚才看到是其中一个转爆式的方式 转爆式的方式 那个新的方式在第二节有条片都会解释 都会解释 因为我不想播像教育电视那一遍 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上去MTR的网 现在是否叫MTR 应该是吧 是叫MTR 是叫MTR 现在是叫MTR 是港铁 好像是 你上去网上你会找到 OK 还有什么要说呢 因为其实很多话说 因为今天第三节有些 是 OK 好 好 另外虽然我说找不到铁站的设计 是 但是其实他也有做了一条片 好像我们之前看的那些设计 是 有一条片是讲铁路的设计 这26公里可以增压了这么久 那也是一个奇迹 是啊 其实我又没有想过他会这么久都不能定案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东西 是的 第二节可以分享一下 好了 刚才说完 啊 不过有点很好笑 你知不知道 刚才我说了有两个方式 一个叫转爆 转爆就是刚才有条片 是旧一些的方式 另外一个叫隧道转滑机 是啊 你知不知道呢 港铁在当时 就是这部机 他曾经搞了一个小学生的Campaign 就说你不如作一个名字给那部机 就是那些小学生作的 那些小学生就想了一些名字 那就有四个得奖明德 哈哈 我考上你 第一个呢 他改了那部转滑机 就叫超军 超军 超军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超军 超军是有意思的 你知什么是超军 我想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突然想起 那些变身的超人 超军是一个中国的角色 超军出赛 哦 是 第二个就是范梨花 范梨花 我看剧集好像有 范梨花是一个女将 也是出去打 是 第三个叫上鹅 上鹅 其实这个方式高铁是女人 全部都是 第四个叫做铁梨子 不是 那部机 那部机 为什么那部机会是一个she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所有死物都一个she 小学生想这四个名字 都是女人 而且都是 都是古人 共国内的名像 很tough的古人 好 好 香港段差不多了 就是说了一些 cover了一些故事 是 最后那条片 就是第一节最后那条片 就是关于香港站的设计 那就麻烦Operator 播了那条片 我们就可以完整了今节 那我们下节回来再见 谢谢大家 总站共有九个长途月台 同六个短途月台 在港旅客下车之后 上到入境层 经过高效率的出入境 及检疫设施 就可以轻轻松松进入车站大堂 遥阔的空间 和动人的香港景致 随即在眼前展现 令旅客一底部 就领略到香港的大都回味力 高铁总站不止帮我们 接通全港的主要交通网络 它的绿化平台 还会连接着 覆盖公共运输交汇处的市区公园 全天后开放给市民休戏享用 而且 这个广阔的无障碍绿化步行区 更加将阿士天站 九龙站 西九文化区 和高铁总站融为一体 令我们拥有一处优美的 翠绿 广阔 写意的公共休戏空间 高铁总站 方便我们轻易穿梭内地各大省市 而它的站身建筑概念 更将运输 扣物 办公 文娱康乐 和绿化休戏等都市生活环节 全面综合 领先满足时代需求 与香港未来的高速发展 同步前进 香港丰盛繁华的远景 直向由高铁总站 为你呈现眼前 手臂这么长的珍宝大虾 你见过没有? 没有花没有架 只只十寸长的大虾 由斯里兰卡山鲜布楼 一上水即刻急凍 极速真空包装 全程超低温直送香港 分分钟吃到肚前一天 只虾仍在游水 肉质鲜味又蛋 虾味浓郁 鹽烧 干炒 牛油烤焗 什么都可以 晋升的斯里兰卡野生珍宝大虾 一公斤5-7只 特胃价450分发售 包你吃到小虾虾 立即上MIHK.TV网站订购吧